日前中国华人集团董事长宋林被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首席记者王文志实名举报 涉嫌巨额贪腐一事 一时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那么宋林呢也成为继前能源局局长刘铁南之后 又一名中共副部级的高官被人举报 目前中纪委是已经接手案件 因此宋林的后台背景以及华人丑闻对中共政局的影响尤为引人关注 7月17号王文志在微博实名举报宋林等华人高层独职 指他们以高价收购山西金叶煤狂 存在严重违规操作 令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中共喉舌新华网和门户网站迅速跟进报道 但很快相关报道相继被撤 微博平台的相关讨论也瞬间退烧 当晚华人集团紧急声明 举报存在恶意诽谤 诡异的是在华人所谓辟谣后 各路媒体又突然聚拢过来 凤凰网用黑体字特别予以强调 网易新闻则干脆一直放在头条直到18号 而王文志的举报微博 也在诡异消失多个小时后又重新出现 随后王文志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 微博并非他本人删除 他还爆料自己收到匿名电话威胁 18号官方媒体报道 中纪委证实收到王文志对华人高层 涉嫌独职贪腐的举报 正按程序处理并请外界耐心等待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 武凡认为华人宋灵案 说明共产党高层内部的斗争升级 就是你把一个高官扯出来 后头一定会有他的后台 这后台都牵涉到过世的还好 现在还在的好 退休的好 说明现在斗争的从政治斗争 引申到经济斗争去 斗争的结果如何 现在很难预料了 独立评论员韩武观察表示 中共高层八月马上就要举行北戴河会议 中共全力将进行重新分配 到时推出来的政策 才是现任领导人习近平 对他未来五年执政的定位 因此现在的华润案 恐怕是高层对一些派系的敲山震虎 我觉得他可能会表面硬虎一下 但是不会查到底 真要查下去的话 会把根都露出来 他们互相之间都会有一定的限度 都掌握了各自的牌底 谁也不敢把这个牌完全打出来 而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 案件被抛出来的时机很敏感 耐人寻味 因为薄熙来案即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开审 因此宋林的背后是谁 耐人寻味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86年进入华润集团的宋林 能够在集团扶摇直上 与中共已故元老陈云的女婿 陈兴华不无关系 而今年4月10号 陈云之子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云 还在喉舌媒体刊文 高调赞扬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替江站台 另据大纪元新闻网消息 宋林市江泽民集团大佬 曾庆红的新妇 也是薄熙来的同盟 报道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香港中资企业官员的话表示 华润集团董事长遭举报 是代表他所属派系的失事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 目前在中共的高层 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薄熙来 这个问题上 还存在着分歧 各个方面还在角逐 这个时候把宋林给抛出来 实际上是对江系的一个打击 同时也是警告 宋林背后的像江泽民 曾庆红这一些 江系的这些大佬 让他们在整面处理博弃的 这个问题上 做一些让步 大纪元报道指出 宋林在曾庆红的受益下 一直在香港力挺江泽民集团 扶植的特首梁振英 而香港华润集团的另外一个功能 是协助中联办控制香港 因为华润集团一直是中共分管港澳事务的 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势力范围 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提到 王文志17号表示 自己手头还有其他证据 会再向公众公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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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